我身後就是颱風 它是很特別的 由A1出口走過來 就會經過三山國王廟 然後走到盡頭這個位置 就有一間教堂 中西合迫得很厲害 現在就由彩虹站那邊走出去 看看位置和周圍的位置 由A出口那邊出 就穿過平石村 這裡會鑊住屋村窗出 都可以的 先上一百號 這裡又有一隻 吃東西方便 每百方商場 小小的 順著觀塘道走過去 有個長者鄰舍中心 上回去 吃東西可以在這邊 買東西可以 這裡也有衛康 這裡也有紋身的店 相對來說吃東西買東西都可以的 地面這邊還有一個巴士站 巴士站也挺大的 最主要是看一下它的巴士可以去哪 這條牛池灣的轉車站 可以去清水灣 就是科大那邊 這裡就是屋村商場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走路 這裡就很多車 我講的那條觀塘路就是這裡 就是整條車路 車來車往其實很吵 正常在A2出口這樣出來 這樣就走回去平石村的方向 這裡有些吃東西的位置和酒樓都很方便 然後就一直向前下 會看到一個公園 只要你不介意 比較近屋村的那些 就OK的 有屋村商場是好處 因為它始終都是有些民生的設施 而且你看到現在整個區 彩虹也好 平石村也好 其實整個區都是車水馬龍 而且都很方便很旺 你看看 樓上是那些天橋路 樓下都是路 全部都是路 就在前面 前面這棟是黑色的 就是那棟樓旁邊 它是要穿過平石村 這樣才會到屋院 但是這個距離是接受到的 而且是舒服的 你不需要走出這些馬路 你可以在平石村裡面這樣走 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多廢氣吸進去 照著小朋友 又可以安全一點 遠那邊就是禮精花園 這裡就是禮精花園的新奇數 正在建立的 禮精那邊其實已經夠了 我都說的是二十多年 而且樓底是矮的 同樣是二十樓 太風的二十樓一定是高過禮精花園的二十樓 看一看上面 這樣就整棟樓在這裡 它現在應該封了頂 比較黑 另外唯一有不好處 它有一個廟 三山國和廟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 我們站在這裡 你可以感覺一下車樓量 是多麼恐怖 之後啟業村會矮一點 相對禮精花園來說 更加矮 目測就大概是十二層樓高 如果是太風過了它的話 應該很簡單 大概是八樓應該過到的了 我們圍著建築走一圈看看 這裡就是觀塘遊樂場 就是下街就有個遊樂場 之前這裡是啟德大廈來的 之後就重拆 拆完之後就建了這棟東西 強拍的價錢就五十三億 再加補地價 加上它的地價成本 應該是將近一萬元尺 然後連起樓成本 它是蝕著賣的 之後也有加一些 高層賣到一萬五、一萬六 這樣相對來說是打和 即是它這個盤有機會叫做蝕頭賺尾 即是前面會便宜一點 給你叫做翻了成本 高樓層那些會賣貴一點 會賺回成本 或者拿回利潤 所以第一批是一定便宜的 整個區的樓都比較舊 不論是公屋、居屋 或者是去到九龍灣那邊都比較舊 最近開盤的就是九龍灣的耗日 如果兩邊的價錢 這邊一定值得買的耗日很多 耗日開盤都一萬七元尺 這裡開盤一萬三千元 它均的是一萬四千多 一萬四千多便宜買的 我身後面就是太風了 上去就是平石的遊樂場 所以不上去 另外一邊 這裡有一些… 巴士站 然後旁邊 有聖約宿 實地跟你看 總體來說是挺方便的 好一點 好幾乎 好幾乎 只要是肯定